好,各位奇友大家好,那这盘棋是今天6月30号进行的国手赛八强战 由黑方杨凯文对战白方柯杰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那杨凯文最近对柯杰的战绩 还是非常的不错 赢多输少 所以说这个 这盘棋啊,柯杰报仇的机会又来了 我们来看实战 开局,黑棋新小木之后大跳手脚 然后柯杰点赛三 黑棋挡住再一飞,白棋拖 没有下出米刀 黑棋直接碰一个 这个其实,那现在已经见怪不怪啊 这种走法 是个硬手 白棋长,黑棋再往外长 白棋爬一个之后 拖鞋 因为左下角这个形状 反正白棋两边都可以飞 也无所谓啊 右边顶一下之后 还是把左边给补了 黑棋搬断 白棋打吃 选择十字架定式 黑棋再打 白棋断打完周飞 黑棋飞补 白棋再飞 非常稳健 把这个定式走完整 然后黑棋挂脚 白棋一肩底甲 黑棋如果说点三三的话呢 那其实白棋还不错 就按照这个正常的定式来下 像以后这个 上方这里的逼住 也是一个要点 实战跳一个 白棋大跳 这个是现在 AI时代的一个产物 这个大跳 现在下了很多 黑棋反夹 白棋右边 先逼住一手 这个棋呢 反正丝毫不担心 没有根据地 主要是为了这个 掏脚做准备 走完之后 白棋左下再飞起来 这个要扩张 同时攻击 黑棋大飞 那黑棋从这个 一开始的这手碰 到这手大飞啊 肯定是有研究的 因为这手棋 就是AI的一选 白棋跳一个 黑棋挡猪 再从底下拆过来 这个棋呢 就是要威胁 下方的这个扳段 黑棋不敢把步伐 走得太快 虽然说这个AI 有个推荐是黑棋飞 但是还是有点畏惧的 因为白棋这一冲 再一双 你碰底下 先补这个段的话 白棋断上边 那这样就算 形成一个转换 AI的意思是 黑棋可以接受 但是从人类的角度 这两颗子 就被白棋抱进去 无疾而终的话 失去过多 所以说有的地方 这个 下出来AI的招啊 也不一定是好事 因为可能你驾驿不了 这手拐头呢 就显得比较的这个迟缓啊 但是确实把这个该补的毛病都给补掉了 然后柯杰往上方掉一个 这种棋就是好看 对吧 充满着灵性 也充满着这个 想象力 这个棋呢 这个又要照顾到上边这颗子 远远的又要把这个右边的白棋给拽出来 左右风源 黑棋要是这个跳上方切断的话 那白棋压过来之后 再一飞 因为现在黑棋也不太敢冲断之类的 白棋靠一靠 打一打就出去了 那黑棋要贴住的话呢 白棋再一成 确实就可以直接联络 所以说这种棋啊 你先不管他胜率是降了也好 升了也好 从观赏性的这个角度来讲 就是观众所喜爱的 没有走得非常的死板 比如说跳啊之类的 这个棋就很好 接下来黑棋觉得右边控制住白棋 更大一点啊 所以说飞在这 白棋一头扎下去 这个地方黑棋反正是没有这种爬的心情 因为爬的话 像各种秀操作的这个棋又要来了 比如说这里靠一靠 扳一扳 对吧 或者说扳一扳断一断 这个黑棋不太好扳 贴住的话呢 又凑白棋这一扳头啊 这个老虎口的形状眼位也不错 所以说黑棋选择的是尖锋 那白棋挡下去 黑棋力足度 接下来再往脚上碰 那这个棋啊 可以说完全进入到这个科捷的步调 黑棋再搬 白棋这个时候呢 也可以断 也可以搬 断的话就是 把七颗子送给黑棋吃 然后来个二炉反打 立下去做活 当然这样下的话呢 也有风险 就是以后黑棋可以搬下来 给你打结 这个结你打赢了 沾上对于黑棋外边影响并不是非常的大 那相反你要是打出了这个脚上 直接被穿掉了 黑棋铁后 对于外边这三颗子 也是造成不小的影响 所以说科捷并不甘心 在这留一个打结火脚 实战是直接搬 那黑棋断打之后再打吃 白棋反打 再往上打 接下来啊 这个可以看出杨凯文 还是想把这个局面搞得乱一点 不想去平稳的收束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黑棋最简单的就是 打过来压过来 这个很无脑 然后再把这个脚上空一摄 但这个棋就不一定是先手 白棋如果说外边大龙 没有什么危险 那就不用去提 这种下呢 控制捞回来不少 但是让白棋两边连成一片 白棋也就失 也就这个 再也不用为这个 治孤所烦恼了 实战 但黑棋这个小筋啊 充满了火药味 不给白棋过去 那白棋压过来 黑棋秒断 然后在这个地方 科捷也是进行了一番长考 那这个地方要考虑什么呢 考虑的就是白棋的气比较紧 以及这个死活的问题 首先最简单的这个一眼就能看出来 这个你打吃力 或者说打吃完抽拐住 对杀是杀不过黑棋这朵花的 这个就一秒就看出来了 然后再考虑接下来的 实战打吃 这个也是必然 黑棋沾 白棋拐打 黑棋提掉 这几手都没什么好讨论的 关键是下一步 白棋如果说靠出的话呢 你还回不去啊 这个黑棋可以先挖一个 挖完之后 你一打他上面断 那你沾上他再反打 这样白棋还是会被断开 黑棋可以从这儿 继续打吃 白棋提掉的话 黑棋沾 打在这儿以后会被白棋多拍一下 很难受 他唬一个那你可能还得再补 直接沾 那白棋唬一个做活 其实这样下的话呢 看上去也行 只不过这个黑棋 比如说这里挡住 那你脚上去后手活 外边这朵花到底怎么样 但是毕竟是一朵花 还是挺厚的 黑棋应该也没有什么 特别厉害的手段 接下来大致还是这种 比如说搬了之后连搬 通过攻击把右边的空给撑住 这个就要看价值判断了 给黑棋一块空 白棋够不够 实战科捷选择的是二路拖 这个棋 我们来好好研究一下 首先呢黑棋想到的是斑断 斑断肯定不行 被白棋断完之后再一打 黑棋沾上白棋这一场 就彻底解决这里的危机了 因为你断打的话 白棋可以提 再打吃 这边就是个相似断的形状 白棋全部吃通 活棋 这个黑棋不好 再看黑棋这一手断 你断的话呢 白棋肯定是提了 他不会去沾 沾的话底下多了一个漏打 这个棋马上眼全不要被破掉 白棋会提 提的话黑棋搬 白棋连回 黑棋再沾上 那这个里边已经形成一个先手活了 白棋可以再把脚上这里的这个孔捞一捞 上边这三颗子 你要跑呢 就跑 不跑的话就看清掉 直接棋也行 我们来看实战 实战黑棋是搬在外边 那白棋联络 这样的话里边还是先手活棋了 黑棋得补断 但是接下来让人匪夷所思的一手 就是黑棋居然没有站在三路 这个棋不应该 应该说是一个很低级的失误 因为你站在三路的话 首先白棋冲不断 冲的话你度过 也不存在被冲一手 就影响到整块棋的眼 为什么呢 因为黑棋已经小尖封锁 把这个白棋一肩地夹的这颗子已经吃掉 他也不可能冲得出来 像这个地方冲就搬 这个白棋也杀不过 所以说这一栈的话 肯定是先把自己联络完整再讲 实战黑棋估计 还是比较担心以后白棋冲 这个冲完之后断 就算这个白棋杀不过 借用也非常的多 比如说像外边这里打一打 什么再打吃 上边立下去之类的 但是其实也还好 对吧 他这种地方要造成一个兽器吃 那首先要把黑棋右边这个地方给封住 黑棋还是可以连回家的 所以说这个黑棋只能说自己想太多了 他选择沾二路 就是想把这个里边的味道降低到最小 但这样下呢 就很明显这边多了一个段 这个小尖要被吃进去 那黑棋存亏 而且这个是棋筋啊 你被吃掉之后 白棋外边可以全部联络 这个就是黑棋非常失策的一个地方 然后接下来 柯杰也是下出了一选 直接靠一个 这个靠就是为了联络 黑棋如果说长的话呢 白棋就沾上 你要是挖沾 那白棋就不用管了 反正上边随时留了一个段 这个吃掉还是比较实惠的 白棋可以拖先抢拉场 那这个地方既然黑棋已经失误了 应该怎么办 那只能拖先了 这个已经没什么好走的了 赶快点个脚 是目前最大的 实战黑棋显然是 又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挖一个 白棋打持 黑棋突然断打在打持 这个地方一下子就变得非常激烈了 黑棋想用接下来非常 这个严厉的一些招法 来弥补上一步二路沾的这个错误 但是这样下只会让黑棋越陷越深 黑棋想干什么呢 他是想让白棋怂回去 就沾一个结 不敢打 然后呢 黑棋这样断持 沾上 再打 包进去 再一沾 这样把白棋全部包起来 黑棋外边连成一片 周围的这个模样啊 全部这个呼应起来 这个是黑棋的一个理想图 当然白棋不可能走成这种这个定型的 实战 柯杰又下出AI的一选 但沾非常冷静的一步 这一沾看上去好像是一个这个单关联络 但是有什么用呢 这个棋就是把气首先尝出去了 这个气尝出去 首先这个结 白棋就变轻了 就是你以后黑棋这个结 哪怕连提两手 对于右上角白棋的死活 再也不会造成任何的威胁 这首棋是欲扬先逸的一首 那黑棋终于醒悟了 在这儿不肯再去先提了 赶快点脚 但是有一个问题摆在面前 就是你刚才点脚呢 这个右边 我们来回到刚才 先点脚 右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以后黑棋想尝 这样定型 那就这样定型 结材足够的情况下 那你再发动这个结针 也是看黑棋的心情 你现在是先把这个蛙断打 再打吃 这个结给造出来了 已经覆水难收了 再去点脚 那左上这里掏空 无疑又是给了白棋一个 找结材的地方 所以说黑棋这里本末倒置 行棋的这个顺序 都已经错乱掉了 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左上的点脚 当然白棋往哪边挡住 都差不了太多 往这里挡也行 黑棋爬一个就长 飞的话就直接跨盾 黑棋这样冲 被白棋打进去 那白棋舒服 以后这个边上拆一个 围得很愉快 黑棋要是打吃在上面 白棋拆出来的话 反正黑棋也不厚 这个地方白棋甚至于 还可以再夹一步 再去处理左上 反正这个地方的定型 都无关通用 实战白棋往这挡 黑棋长 白棋长出去 黑棋再沾 那这样定型就留了一个 这个二路冲断 这边刚好给白棋造出来 结材 然后白棋也是直接发动 这里的结阵 这个地方呢 好像开截 AI又降了一丁点的胜率 但是胜率这种东西 本来就非常的浮夸 它是基于AI的这个计算 以及判断 来做出的一个这个判定 对于人类来讲 一丁点的胜率的浮动 可以忽略不计的 关键还是要下出自己的这个节奏 这个地方很连贯 白棋冲 提节 黑棋左下冲 其实像这种冲 都是属于比较的损 再提 白棋左上断 黑棋这个脚也不能被吃了 拐打 白棋再提节 下一手呢 黑棋底下碰 这个找结材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再提 白棋上边断打 再提节 但下一手 其实黑棋的这个结材 找的就有问题了 当然这个地方有点难判断 AI的一选是让黑棋底下鱼琴顶 这个虽然说已经比较俗 不是个损结了 但是没办法 鱼琴顶完之后再提节 后面右下还有个后续的打持 还有枚材可以用 白棋的结材在哪呢 一个是这个左上的铺算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左下角这里的粘 吃着一根棍子算一个结材 白棋如果说找这个结材的话呢 黑棋底下可以先交换掉了 因为黑棋可以消结了 断打完之后把这个结一消 白棋把这个棍子一吃 黑棋再去左边五路坚冲 这个棋那黑棋还算是有机会 因为首先啊以后右下白棋 再打吃这四颗子 那黑棋打不了就反打 这边是可以把缺口给补掉的 这个是很关键的一点 除此之外呢 这个黑棋通过左边的五路坚冲 让白棋在这儿去违控 黑棋中间黑压压的一片 这个模样一旦形成的话 那黑棋还是有一战之力的 所以说右下怎么去找结材 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实战黑棋搬二路 亏大了 这个胜率刚有一点回暖 立马又被打回到这个个位数 白棋顶一个黑棋提结 然后白棋找左上的这个一路坡 再提 黑棋底下断啊 这个棋走的真的是难受 这一段被白棋打呢 三颗子先死了 这个结还没结束 先把右下角卖掉 然后黑棋提结 因为白棋占的便宜太大了 所以说下一手白棋贴住 主动放弃这个结 要把黑棋外边潜力全部给打散掉 那黑棋也别无办法 你这个地方不占结的话 后患无穷 因为这个结黑棋输不起 实战黑棋占结 必然这一手 下一手棋白棋继续挺头 没毛病 这样黑棋右边已经缩水的不成样子了 以后白棋散路小间 黑棋脚上海蕾在跟着补 那接下来 黑棋开始抓住白棋最为薄弱的地方 出拳了 左边这个 大如今来 白棋小间出头 也是为了破坏黑棋中间的潜力 下的都非常的大局 下一手棋 黑棋要路飞 搜根 白棋飞压 黑棋呢 再去冲断啊 这个地方 想杀黑棋当然不是那么容易啊 比如说白棋挡下来 这个是更能破眼的招法 那黑棋就搬毡 你跳个方 不断 黑棋可以小间 刺一个 白棋压回去的话 黑棋这个时候必须要从这个二路搬过了 这个当然白棋是分断不了的 搬的话断 打迟的话白棋要被反杀 但是呢 这个让你过就过去 白棋直接往左边一打 我们要注意啊 黑棋刚才不去阶段 左下角这个小后市 现在在白棋面前也要瑟瑟发抖 周围已经都是白棋的字 这块棋还要桎 所以说这样下 白棋不亏 中间黑棋也不要说有什么潜力了 现在都是浮云 黑棋要胆敢往中间藏一个 想去包围白棋的话 那白棋马上二路一次 黑棋就回不去了 这个里边对杀也不用细摆了 一眼看上去黑棋就不行了 所以说这个棋 这个杀黑棋可能杀不了 但是白棋外边可以占尽便宜 实战白棋藏一个 也差不多 黑棋尖刺 白棋压过来 那这个棋呢 你不要看这个 白棋刚才没有贴下去 更加紧凑一点的下 黑棋这个头 你还是不敢挺出去 首先你挺出去的话 还没有封住白棋 白棋随时一跳就可以出去了 除此之外呢 这个白棋往二路靠一个 你黑棋怎么办 对吧 你要是这样冲断呢 白棋就已经要活了 提掉的话 马上跳下来还要杀 你要是夹一个连回去的话 白棋挤一个再沾 就敢问黑棋 敢不敢渡过 渡过的话 白棋是坚定也好 这个力也好 这个里面对杀 黑棋也是明显不利的 你要是只是扳回三颗子 那白棋就把这个尾巴一射 边控一围 那黑棋也没有任何机会 所以说黑棋要防一手 这个铐段 走在这个小尖的位置 白棋小尖 阻度 缩小掩位 黑棋再飞出 白棋打吃 黑棋跑 白棋压过来 黑棋再连回棋筋 白棋护下来 黑棋再立 这样黑棋先活了 活掉没用啊 白棋取得了中间 这里的这个先手权 再来一手这个大跳 马上这堆残子 又要全部连回 这个转换 黑棋也不便宜 接下来黑棋冲一个 白棋扳住 黑棋左下拐一个 白棋顶住 刚才我们就讲到 底下黑棋 现在你不是后世了 对吧 你要用进步的眼光 看自己 这个黑棋已经是一个 像是半残的一个状态了 你要是敢断上面的白棋 那对不起了 白棋就全部弃掉 先挤一个 不让你作严 然后一路压过去 再来收拾黑棋的 这块残血的棋 这一点马上要断 又破眼 黑棋要被卷进来 所以说黑棋上面这个段 是肯定不敢的 实战黑棋 点刺 当然白棋还可以 顾及重拾 虎一个就行 虎一个给黑棋吃上面 反正你不吃 我就强行背着你吃 对吧 你吃完之后 再把这个眼一挤 然后再贴住 再挺头 上边你得补 补上边这个底下大龙 又要被卷杀进来 实战呢 柯杰还是比较的温柔 就单瞻就行了 那黑棋跳回 一副要杀大龙的样子 但是这个呢 虚张绅士 这个龙要杀掉的话呢 那也不是柯杰了 接下来白棋唬一个 黑棋团住 那你团在这儿去 缩小眼位 这个上面又有起了 白棋在发动这一堆残子 先长 那黑棋外边压过来 白棋脚上贴住 黑棋再扳 这个地方 白棋甚至于可以马上打下去 跟黑棋开截 这样的话 你挤一个收气 就打吃 再打的话 反正这个尾巴要被卷进来 所以说这边留一个打截呢 白棋更加没有顾虑了 外边随便跑 白棋跳了一个 黑棋又在底下搞事情 这边碰一个 这个碰呢 确实有陷阱在里面 基本上 白棋只要不往上班 就没什么事情 上班有个什么毛病呢 就是被黑棋这里爬一个 你断打的话 他有沾这个 这个有点头疼啊 脚上三颗子 你提到的话 他有跑针子 现在白棋正子不利 那你确实吃起来比较的麻烦一点 外边得补底下还有段 那你要是刚才提掉这颗子的话呢 黑棋把三颗子先手逃跑 打吃白棋 再一跳 那白棋右边要被卷进来 黑棋又有了机会 所以说该怂的地方就稍微怂一点啊 上班不行 底下班是可以的 底下班黑棋顶住 再沾白棋就提掉 他断的话没什么用 真不死 黑棋呢 白棋就猴出去 跳一个就冲 搬的话就沾 外边这个头搬不住啊 搬的话断一个 对吧 你要让收起一打就不归 沾的话 这个直接打吃沾出去 黑棋也无能为力 实战的黑棋拐一个当然可以啊 拐一个是味道最好的 因为即使黑棋多了一个就冲下来 这个也不算什么 对吧 这个白棋搬让你吃紫 这个黑棋割下来一颗紫并不大 因为就是因为左下角露着风 以后白棋飞进来 这个吃也就吃个五目棋样子 根本就不足为据 实战呢 黑棋拐下来 那你拐这个的话 白棋现在右边小尖 这个棋 黑棋必须得补补 你要再拖签的话 被白棋立的 这个黑棋要死吧 对吧 你走这儿一挖 这个打吃的话一变 必死无疑 所以说黑棋踢掉 白棋底下拐头 那白棋还是没有什么损失 接下来黑棋往上挤 这种烈士局还得再自补一手啊 还得把这个打劫给补掉 那黑棋下的也太难受了 接下来呢 白棋只要把这个大龙两只眼给瞪出来 那就可以劝降黑棋了 下一手白棋往中间压 黑棋唬一个 白棋在补断 黑棋打吃 再长 白棋冲 黑棋再扳 其实都说 这个柯杰在优势的情况下 容易浪 但是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这个AI的招法 那只能说这个AI更冷 对吧 AI怎么下呢 中间搬一个 左边刺一个破眼 那黑棋飞回 白棋挤一个先手 中间还要乘出来 但黑棋补断的时候 白棋再压过来 这个干什么 这个直接要吃人了 对吧 这个白棋上边大龙还不活的情况下 巨大优势的局面 要把黑棋 左下的大龙 整个卷进来 形成一个超级对杀 这个AI完全就是 浪的这个天花板了 只能讲 我们来看看柯杰实战的走法 站上面 站上面呢 反正也算是打一将 黑棋补的话 白棋就可以在里边坐眼 那黑棋也是 孤注一掷 直接往中间去破眼 这个跟AI比起来 柯杰的这个下法 只能说已经是 相当的保守了 白棋再冲一个 这个地方 其实也可以脚张力下 去开截 已经足够了 黑棋搬 我就双不断 尝进去再沾 他破中间这个眼的话 白棋还是有眼 而且左上还有一个白棋的这个杰阵 随便打 这个本身杰就一堆了 对吧 这个龙不可能被杀了 实战客截真的是又体现出这个高情商的一面 这个地方既然对手这么坚持的话 那也就给点面子 补一手 做个眼 黑棋左上挤一个白棋霜 打吃 沾上 让黑棋把这个杰呢 自己给补掉 然后白棋在这贴住 这个地方下的真的是有才有德 那这个棋肯定是活了 因为黑棋断的话 白棋打 再断吃这个眼破掉 那另外只眼又长出来了 这个肯定是活棋 其实这盘棋早早的就已经进入到垃圾时间了 这个后面完全就是在磨时间 后面关子肯定是没什么意义了 底下这个斑瞻白棋就唬一个 然后再往二路漏白棋就飞出来 这个都不看了 这个没什么讲头了 然后黑棋抢到左边 那个打吃的关子还是有点意思 这个后面有个铺结 但是这个结呢 黑棋不敢随便开 因为你铺结的话 白棋脚上是活棋 仅仅关乎到这几颗子的这个木树 被白棋全部提通的话 那黑棋外边也很伤 所以说这个结 即使在劣势的情况下 黑棋也不敢随便开 况且黑棋的结材也不算很多 实战白棋往中间这样快速的定型 黑棋右上扳 白棋底下长一个 然后还是把这个结给沾上了 这一沾就彻底是圈降黑棋了 黑棋也是非常知趣的就在这认输 那这一盘棋的话也是相当的精彩 可以说柯杰这盘棋发挥的是非常的完美 在上方这里的定型 杨凯文是自乱正脚 首先从这手二路沾 没有照顾到外边这个断点 就已经变掉了 后面明显也是受到了这手棋的影响 所以说着急的去发动结真 来掩盖刚才的这个错误 但是这个地方黑棋越走越乱 加上这个点脚的时机也不太对 最终白棋利用左上这里的结 从结材上就压制了黑棋 后面黑棋在右下可以说是最后的机会 找结材的这个手段又出现问题 如果说底下鱼形一顶 再去打吃仗找结材的话 确保外边就算被杀掉 黑棋的这个口子也可以封住 那还好 实战的走法 这个结还没有打过 右下的这个几颗子先送掉 那这个黑棋显然是不行 接下来黑棋下的也是非常的顽强 现在左边活棋 又瞄着白棋左上的这个大龙 但是这个想法是好的 但是这个棋白棋活路可以说太多了 随便怎么走都死不了 那这样的话 这个柯杰也是带着优势一直进入到关子 后面已经没有任何的悬念了 那柯杰又是一波连胜了 也是非常让人开心 好 那替完棋就给棋友们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到光影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棋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